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一個我們沒有辦法生存的世界 甚至有火箭上太空嘛 所以說今天如果我今天是鯨魚 然後有人發明了一個東西 讓我可以去探索另外的世界 我當然是爽翻天 我在做這個魚缸之前 我有做非常多的功課 不是說我今天想做就做 對你還是要了解一下這個魚的特性 對那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選鯨魚的關係 不是說我現在才能認為 我現在也有在這裡 我一會兒 一會兒 如果你們是那樣的 我們有一個整個感覺